博奕倫今天和大家繼續分析時事世界消息 周顯,今天講講美國總統選舉 雖然選舉完了,看似塵埃落定 但其實是另一場大戰現在才開始 我記得當時我說你買誰 其實你說都是拜登 在現在的形勢上猜中了 你估計他可不可以順利去坐上總統的寶座? 我想可以的,不會很順利 特朗普應該玩不到出樣 因為輸得太嚴重的時候 應該是玩不到太大花樣 如果他268至270就麻煩了 如果是之前其他膠著就麻煩了 但問題是特朗普一定不會放棄 因為他一定要說對方是錯的 他一定是說會選,一定是說不公道選舉 否則他就沒有氣場了,以後就不用玩了 他一定說不公道,他不能贏便輸 他一定要這樣說 這次其實你估計會不會像上一次 哥爾對小捕樹一樣 拖足都差不多一個月才能夠分到勝負 總而言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因為特朗普一定不會投降 如果他理論上去告的話 理論上有可能告幾年的 有可能可以玩幾年的 有些人就估計過了 如果真的以現在的那個形勢 因為有接近有2000人左右 已經說他們看到這個選舉舞弊 如果跟著整個法律程序的話 由落口供去到這些院 或者這些市州去阻審理 再推上去去最高法院、常會法庭等等 可能就真的要搞四、五年 但這個其實也不是很實際 因為照計除非票數是很關鍵性的 沒有人說是否實際 現在是一個政治問題 你不要說是否實際 如果是實際 最實際的話 美國利益當然不是321 拜登做了就算了 但問題就是 你要那些輸了的人服不服氣 那些輸了的人服不服氣 就不是實不實際的事 如果你說輸了的人服不服氣 很明顯看 現在兩邊都一般的服氣 因為有一些共和黨的支持者 已經在街上走下去 也有零星很多衝突的發生 你看這個情況會不會再持續 會持續 因為特朗普不會放棄 他多一點要做小 問題就是 你應該問這件事會不會惡化 惡化就不敢包 但特朗普不可以 他如果是這樣 就是說他選輸了 他一定要說自己不是輸 他為什麼說自己輸 這件事我想大家都估計到 但問題是 他是不是真的 你猜他手上 是不是真的拿著這麼多證據 現在就派朱利亞尼到處去 他的兒子Junior也都發表了一些講話 叫大家都要全面支持特朗普 四季就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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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花蟲 其實他們是出了很多不同的招數 只不過看看就是 猜不猜動得起那個民情 是不是這樣 他們一定有民情 他們應該基本判有的 有基本判有的 有些瘋的基本判 問題就是 特朗普現在這個事情 我說他坐牢 他已經沒有了什麼 準備過去坐牢 他為什麼不打 他被迫著他打 你現在逼到特朗普 已經沒有路可走 即是一隻被圍困的獅子 他一定不會打 他不能不打 會不會真的有一些比較極端的看法 就是他在白宮賴死不走 他可不可以賴空 白宮賴死不走 我覺得他首先要 如果他要去 有bargling power的話 他要有幾個州支持他 他最少有 譬如說三五個州支持他 這樣才行 這樣就行了 有機會了 或者十幾個州 十幾個州支持他就可以 因為支持他的州 是多於什麼 中西部 那幾個州 如果他一定要有幾個州 是不承認這次選舉 認為這次選舉是無謂的 那時候那個州 就要求重新點票 或者那個州 就要求他 或者極端的 他可以承認特朗普是總統 你剛才說到這件事情 就正正有很多人 現在已經在想著 就是 會不會今次那些選舉人票 不跟那個州 本身那個 公投的公眾投票 會不會出現這個現象 有可能機會很微 不是說沒有可能 什麼都有可能 但是機會很微 因為一兩個州 都影響不到大局 現在贏了這麼多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不會真的動搖了 美國的民主基礎 選舉民主基礎 動搖也沒有辦法 又不是沒有動搖過 你百多年前動搖過 如果不是都不會打 如果不是都不會打 南北戰爭 如果這樣說 美國選舉不均真 也從來都這麼說 從來都沒有試過說均真 從來都是說了舞弊 尤其是金賴敵對 金賴敵對 尼克遜那次說了 舞弊更加嚴重 找黑手黨 據說 至少你不理他 是否真的舞弊 有很多美國人覺得他是舞弊 他就是舞弊的 這次其實大家另外一個關注點 就是究竟選後 對於中國的態度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是拜登上場 情況會比較鬆動一些 你看不看到這個狀況出現 拜登是難打過中國 不是難打過特朗普 特朗普是蠢的 特朗普是昂狗的 特朗普打中國是傷過中國的 特朗普打中國是傷過中國的 特朗普打中國是中國很傷 七雙拳人的意思是否這樣 七雙拳人是你自己傷傷人 所有打都一定傷自己的 問題就是你打人的時候 你的拳頭一定痛 問題是你不能夠拳骨痛 而別人沒有斷骨 特朗普打的所有方式都是自己受損 所以特朗普本身是一個垃圾總統 他對美國的損害是大 對中國的損害 而拜登打中國的權力是輕些的 但他對中國的損害是大 對美國的損害 而拜登當然不是因為拜登 因為拜登應該不是一個總統 拜登應該廢他 好像曾蔭權一樣 拜登應該什麼都不做事 拜登應該出來是一個廢 但問題是很技術的人 那些很專業人士 奧巴馬、希拉里、幕後 克林頓、幕後操縱 那些可能真正學感例 還會做很多事 總之拜登應該是一個不做事的總統 好 今天我們討論美國選舉到這裡 我們明天會繼續延續這個話題 我們下次見 吧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